好 请来早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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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两天 我们谈到除罪 再过来我们希望能行善 但在这里我还是 还是跟大家用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 来谈这种修行的意义 这是我近来一直很重视的一点 因为一直在反复提醒 我避免大家学会学到 在自我催眠 其实佛法向来都是很现实 只是它的现实是超乎我们现在的现实 不过它很现实 所以其实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我们录的佛门 并不是只是一位在追求信仰 其实就是在找真道理 用一个实在的就是苦很现实 那我当然要的方法就要很现实 我从我人生这一生的苦里面 我去解决它 可是我发觉我们穷尽这一生 怎么弄都不可能 第一个因为生下来 一生注定老病死 还有我们会有诸多的苦恼 这些苦恼它不会停 你就算一时得到幸福得到快乐 你在得到它的同时 你就已经预估它一定会消失了 当然有的人讲说 那我就算这一辈子 我管那么多 我这一辈子能享受就享受 其实讲在还没面对生死的时候 是很大方的 其实每个人走到最后都希望生命能延续 但只是它不知道怎么延续 没错生命是会延续的 只是不是这一辈子 它会一直生生世世 有的人不相信轮回 可是内心又期待 有一个不断再次再来的生命 是不是很多人就很不喜欢谈火教的轮回 可是当他面对人生命要终止的时候 又希望说我这个生命难道就此永远就美了吗 往往在这个节骨院的时候 就会幼相信宗教的 不管他信什么宗教 那佛法他就是把这些道理看得很清楚 所以入佛门其实是先找 不是先找 很多人希望 一般多数就是大约知道人生苦 然后就开始追求佛法 希望三宝加持 活菩萨加持 其实真正的佛法向来都不是这样 他说因为所有问题是由你自己做的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唯心所造 那你不了解这个问题 佛菩萨不可能一直在保佑你 因为问题是你一直在造 所以佛菩萨的最大功德就是让你觉悟 不是他替你解决 这样讲的话会落入很矛盾 因为你有讲说碰到问题 佛菩萨你怎么没有加持我 一有感应 哎呀 学我好好好感应 一没感应 马上就翻脸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常翻脸过的 我们不就是这样一直混过来的 我们希望感应 但佛法就是一直阴重的跟你讲 不是这样 但我们会诵经 但我们不会去依教奉行 所以其实进入佛门应该是 去了解佛法到底 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这些苦从哪里来 原因在哪里 这他的就像我们对我对病 有时候我听一个医师讲说 有的人药方背很多 那他就是他没办法很精准的诊断病 如果你跟他讲说你得什么病 哇他的药方就出来了 他背很好 就是说他这些药方用到什么病 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什么病 没办法很精准诊断 所以就算有药方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该用这个药方 或是要加减怎么样 不会 所以我们有的人 学佛学到变成割离了 中断 就是其实就 就好像我们 没有学到雕刻啦 木工啦 我们只是拿到搓刀 抛刀 拿的又有什么用 反正你也不会用 是不是 我们这边有挖土机 你敢不敢挖 有啊 钥匙就在哪里 工具都有啊 就是你没那个技巧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 我希望大家 当然今天讲的会稍微比较深一点 但因为其实说深一点 应该是比较彻底啦 也是比较属于佛法原来的面貌 那有时候讲深了 大家会觉得 哇 这个太难了 可是问题每次都讲到 前的讲完了以后 要讲深了就跳过去 整个学佛每次走到那里 就卡住了 总是学到很多相似佛法 混同世间的佛法 没有看到佛法的争议 所以我们了解整个 我们慢慢会了解这个 就像我们念的那个 因观法界信 一切唯心照 这是原理 这不是你背一背就好了 是你会看到 就像你梦境所有的悲欢 无论离合喜怒哀乐 都是因为你做梦 这一个人做梦来的 你千万不要在梦境做文章 你应该是从那个做梦 那个人颠倒心下手 你要找到根源 好 所以如果这个道理懂了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修禅 前面我们讲的 我是这样的愚痴心去做 就像那个 慈悲上面水在哪 它是阴言深 我是这样才造这个业 所以我现在修这个颤去这个业 那你的业多深 那我必须要相对的用什么心 所以每个人修颤悔 结果不大一样 因为你看不到你的污垢 你就擦表面 那表面也干净了 问题是 那个黑条底的没法 那个已经生根的 已经浸润到里头的那个油垢 没办法 我们甚至有些油垢 都必须要用回照水泡一阵子的 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一次我到日本那个 我刚去的时候 那是我们两位台湾女生先住过 那因为我上面是一位我们一位法师住 我说只要是有法师在上头 下面这个 他说你要不要来看 我说不用直接租 我就直接租了 租了以后我也经常有厕所 我就洗一洗 可是我发觉 我就洗啊 也就这样洗啊 可是我发觉有一次有一块 我发觉这个厕所好像有一角是白的 因为我之前洗的是咖啡色的 后来洗一洗突然有一块是白的 奇怪 不是 是不是我把人家用掉掉了 不是 是因为它卡住的 后来我拿那个不用的刀片全部把它挖起来 原来人家是白色吃的 所以我当初都有洗就洗表面 所以也洗干净了 可是实际上真正的干净 不是 人家是白色的 厕所是白色的 可是我当初去洗的时候是咖啡色的 后来我一片片割起来 才恢复本来面貌 所以我当初用刷子洗那种忏悔法 那个没有 要怎么忏 拿刀片的这种忏悔就有用 所以像我们这个还吹冷气的忏悔 大概连刷子都没刷大概就喷水了 所以喷水当然也好看 可是我还有下去刷 真正的刷是应该怎么拿刀片挖 那我们现在这样 不是 其实我开玩笑了 你们大家也很用心 因为感受到大家这种气候非常好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原理 你要治标还是治本 你要治标治本 所以你要治标治本 你必须要有这种眼光 所以假如我们泛泛的 只能针对我们过去所造的业 大悦知道有果报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除这个罪业 但问题你不一定能真正的 你就是你现在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这两三天的 这两天这样一路来这个忏悔 绝对功德很大的 但能不能彻底改变 你有没有找到病根 就像有时候我们吃很多药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不是常有例子 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是不是都要吃三天 现在你们如果有患病的都有这种经验 他说不管你病有没有好 一定要把药吃完 是吧 然后我们吃两天是不是病比较好了 但有没有真的把病毒消除 没有 你应该继续吃 对不对 因为他必须要透到里头 那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应该要往里头透 可是如果没有 你现在先暂时用抗生素 把那个发炎把它降下来 可是他病毒还在 只要你不吃 他是不是再度 就又起来了 一样的 我们如果除罪不彻底 到最后还是什么 那个造罪的愚痴心 造罪的无名心 还会再起 所以我们这一条路 其实是很清楚的 跟世间法很像 我要达到一个目标 我要完成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尽可能排除我这些障碍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受这个苦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预知来世国今生做的事 我未来会怎么样 我现在做的 其实它是一种很科学的 因果对应的 这中间其实是我们现在 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了解为世 了解很多道理就知道 这不是谁在主导 不是谁在加持 谁在影响你 不是 是你的心在造作的 你这样的罪业的心 自己会形成这样的业报的 这中间没有谁去介入 所以今天我也常讲就是 魔很有力量 但到地狱一定是你自己去的 他只是诱导你自己 起造地狱的心 然后自己造的业子以下去 不是魔把你带到地狱的 包括解脱 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透过这样的 忏悔的机会 让自己在这两三天 把我们心稍微改一下 看改多少 如果彻底改 你的罪业消除 稍微扭一下 罪业不消除 但也福报大了 稍微转移一下 其实总之都是有很大的作用 只是 我们现在不能老是停在这样的一个表面 因为佛法一直在甩 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感觉到我整个环境 最近又有一些 人家一些讯息 看着我们就觉得 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速 整个那种 这个恶法一直在蔓延 一直在蔓延 挡不住 正法要起就会被障碍 那任何修行 轻易就会磨葬 颠倒是非的 扭曲的价值观一直在衍生 我们其实要在有机会好好修学 如法忏 其实机会不是很多 我们现在也还不够 但至少 在我们这样的修当中 我们会稍微比较更务实一点 实际我们像我们参加这个法会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除罪 当然我不是要去别别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法会上 有时候是就是法会 法会的味道 就一般法会的味道比较重 但我们会比较强调 我希望如法的禅 那现在阴言会慢慢 越来越不容易 换句话就是说 你有罪 能让你除罪的机会也不多 对不对 甚至你都不一定相信 他会帮你除罪 对不对 你有机会相信他除罪方法不一定对 何况你根本不相信他 他们会就说 你们都是在做法会 没有 别人做法会是别人的事物 别人做法会也有他的功德 这个重点是人怎么去应用他 不是他法本身有问题 是不是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要懂得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身心是这样 因为长久累结养成的习性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依我们过去的习惯 去认知世间 追逐世间的 这叫业 因为你就这么认定他嘛 所以你跳不开来你就这样追逐 所以我昨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如果要净土 要修净土 往生净土 有一个很重要观点 第一个你的心要慢慢不跟娑婆相应 你不能同时认定娑婆 却要求生净土 所以一个人的心量 智慧必须要够 要有这种觉悟心 有一种知道这个娑婆的不究竟 这一份认知心不是感性必须要有 这个心其实是最关键 不是嘴巴念佛 所以我今天忏悔 不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喊叫 不是 是我觉悟了 我这样的愚痴怎么那么笨 对这个认假作真不断追逐 那因为看错了以后就造业 造业以后得这个果 我现在知道了 我过去造的业造了 烦恼也在 现在我知道 我要把它转化 我造的业在它没成熟的时候 我要把它阻隔 最好的阻隔方式是整个心改变 假如我心不能改变 至少我的业应该怎么样 从黑的叶我必要转为白的叶 就是它是墨汁我要加清水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整个水都把它烙 卸光不要水 那现在不行的话 你至少加清水 那现在问题是 你有时候把那个 把黑墨汁还当宝 那就没药就可救了 所以我们会知道 我们现在是怎么此生彼生 我就让它此灭彼灭 就讲因缘就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昨天有讲 我们要给它加清水 但我们希望是大家 既然学佛就不能光只是这样 所以这个道理必须要不断的学习 才能更了解的 所以我们要讲说 参加法会 其实大家只要有机会来 花个两三天都没问题 问题是 这样的药 你能吃到什么程度 就不是你说 想要把它彻底就彻底 是不是 就如我前面讲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污垢 你不会去除它 你只会去除你认为污垢的 你不会去去除 那个你认为干净的 偏偏那个干净不一定干净 是不是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说 一个人必须从于对人 这个要智慧 从于很具体对人生的看法 我也常讲就是 我们面对到苦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许还好 等会我们面对到很苦的时候 我们会很想把这个苦摆掉 想要把它排除掉 可是发觉无能为力 能排除的不是真苦 真苦的排除不了 那还不但这个苦排除不了 还要无止境的 所以这时候就触发我们的自觉 苦一次 所以我不是昨天讲以苦为师 苦一次 苦得很彻底 那我想借此因言不要再苦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想要认识 为何这样苦 他的苦因在哪里 其实佛法是这么个现实 他不是马上进入一种信仰 他其实开始学习佛法的角度 来认识我们的苦 这就是佛法 这才是真正学佛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可以在佛门很久 但不大认识 不大认识你在苦 不是 你就在苦 但你不大清 你苦的莫名其妙 你不大清楚你在苦 你只被这个苦表象说 我很苦 但细微的苦你看不到 苦因你也没有好好去探究 你只会探究 爱别离愿真会求不得 但没有再往下看苦因 然后我们因为表面的苦 然后赶快寻求三宝加持 佛菩萨保佑 就停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容易一生自觉 你唯有看到苦因在你身上 你才可以知道说 我忏 我要忏哪里的 我们在面对所有夜暴苦的时候 就不会把理由往外推 是什么理由 再多的所有的理由 一定到最后归结到自己身上 因为一切唯心造 这一点我们想 我们学伙很久 始终都还不容易那么老实的 把所有问题回到自己的心里头 不容易 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苦 也慢慢了解佛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生起想要离苦 但看到苦因是什么 我愚痴 所以我要忏尾的愚痴罪 我们不是烦恼障 业障 暴障 那暴障其实出来 他不说他相互违缘就是了 所以暴障其实已经暴了 可是因为这个暴障你如果没忏的话 他会又再起你的烦恼 或者就已经暴了 但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烦恼有颠倒心然后造了 那这个只要阴言成熟就会报 我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先怎么样 挡住他 所以修行我最近才想讲 就是修行是怎么样 我们先不要让病情恶化 修行 先不要让病情恶化 不要让病情恶化 就不要让烦恼继续进来 那个病毒进来 先把不好的因素挡掉 那毒进来的是不是已经进来了 好 那我们开始解毒 到最后才拔根病才好 初修学是怎么样 遮挡不让毒进来 像我们现在 就算我们还没有看到 真正的生死愚痴无名的因 我们现在修缠 在某个意义上就是把病毒挡住了 就是把病源隔离不要再进来了 那这样至少可以让你的病 不会继续恶化 那如果你像我昨天讲继续修善怎么样 那个不但是能挡掉这些病的来源 而且给善的养分进来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直接从根本拿掉 因为光这样还不够 有些营养分只是增加体力 但最重要还是自己要生抵抗力 也就是要自己增长智慧 那我们现在变成就是 我们大概了解这个道理 在我们夜报要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既然是因为鱼痴颠倒 才对世间的生命错误判断之后 做了不当行为 结这个不同的结果 好 那我现在开始 把它扭过来 我只要扭大一点 它就会阻挡它的条件 这些不好的条件的组合 因为我开始参与不同的东西进去了 如果我继续加强它原来的东西 它就很快成熟 那我现在是怎么样 让原来的东西不见了 尽量不要进来 我把跟它背离的东西再加进去 所以它越来越不容易成熟 所以即便我们只是小小颤 那你就在这一两天两三天 忏的都可以出你很多左右 只是有没有拔根本 那就不一定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有一顿 人生深刻的彻底的觉悟 包括你我都免不了 那由于自己苦 才生起了一种同体大悲 生起了就是说 知道这个苦的根源 然后希望能利益一切众生 以这样的身心发愿修禅 就不是 就是说第一个 看的是彻底的 我要除的罪 就不是只是世间看到这个表面的 乃至我是用不好的东西去掉以后 我希望能得到好的 结果好的东西一出来之后 还会坏苦 因为好的你执着 坏了就会苦 结果这些 有的人修禅只是求表面 但我们求的是 你就算给我 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苦 我这个给你 给完了 就暂时一段会好 但药效过了就会再痛 像我们有时候吃某些镇定剂 吃一吃痛减少 可能吃久了以后 不但根源病没办法解决 甚至因为长期吃药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吃久了以后 开始有吃药的互作用的时候 你会想说 你会想说我又不得不吃这个药 可是我同时开始感受吃药的互作用 你会不会想说我能不能彻底一次 把这些解决我不想再吃这个药 做那个治标的我想要根源的 所以当人对苦看了彻底的时候 就会寻求更彻底的方法 当看到自己苦的时候 也会寻求一个方法能帮人家解决 这就是开始 颤的时候就是心量开始放大 当一个人的眼光增加更深刻 心量越大 其实除罪更快 因为那种把人世间苦的因缘看得彻底 而且发出广大心量要利益众生 这个刚好跟你造业轮回的刚好 整个缓过来 我为什么一直要加强 不是只是 就像我们昨天讲 不是只是停在那个造的罪而已 不能光只是消极的想要除这个罪 我们应该根源的除病因 这个罪因 而且还要深广大心 从这个广大心 我们就很容易 彻底去把这种众生烦恼习心给转过来 所以当我们的信仰越大 其实你反而会忏悔的更亲近 更亲近 但我现在讲到这里已经越来越 其实多数 慢慢人就越来越不容易体会 因为这个心量是要慢慢累积的 或者我们有时候人突然要想到 为众生忏悔业障 所修一切法 皆回向自己能究竟圆满菩提 能回向一切众生 这种心愿的人 其实都是 能起这个心的人 都是过去善根 就算今生他造这个业 他却能很自自然然想到的 想要的是彻底觉悟 想要的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跟你一样 解脱苦恼 你就算造很多业 但你的身心有这种习性 那一定表示什么 你的后面的善根很强 或者一个会造很重的业 不大会辟别人想 一个非常根源上很愚痴的 不会想要探究烦恼的根源的 只是一时我们还没解脱 所以我们会造业 我们大概都会造 但在造业的同时 我们却还有一份心想要 一了百了彻底知道轮回根源 也希望能自度度人 有这种心的表示这个 你的烦恼毕竟有虽有 但其实也不是那么重 何况所以你有这份善根 所以我想说我们在座 当然有的没有受菩萨戒 不是讲一讲大家 这样每次都说 这个受菩萨戒会被念 不是这样 可是我说实在的 一个人这一生能发心受菩萨戒 你看看菩萨戒的内容 它可以把你这个反忽性 一个很狭隘的众生的狭隘心性 竟然会受持菩萨戒 它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升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其实就希望大家 不要仅仅值一种比较标浅的忏醉 而是应该利用菩萨 这个我们都有念 我也没办法细讲 之前也大约提过 不过我在这里稍微念一下 这个在其他经典也有提到 发菩提心 菩提心不是一个空洞菩提心 就是一个彻底的觉悟心 彻底的觉悟心 这叫菩提心 那这个在我们也有谈 我们有几种因缘要忏醉 其中也有观因缘 还有念报佛恩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 有时候念起来我们要讲说 因为什么叫佛恩 有时候我们一般不容易体会 我们不大容易体会佛恩 因为你不大了解佛法道理 你如果能了解道理 所以我常举例阿难 阿难在嫩言会上 听到经典 听到佛跟他讲那个眼睛的时候 他很感动 所以他才要报佛恩 因为消他一节颠倒响 其实了解佛法 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好像是什么 它是彻底让你 就好像你在做梦 啪 吓得要死 突然旁边有人一摇 还好你把我邀请 有人处在一会长恐怖当中 突然有人跟他讲 那个东西不见了 是假的 你知道 一个道理让他觉悟 彻底脱离那一份恐怖痛苦 所以夜了解佛法 就会知道要报佛恩 然后不但要报佛恩 还要报众生恩 这就菩提心了不是吗 这里面讲说 事故今言 这个在五十五月 若以鼎带两间贺户 以横杀截 亦不能报 我等 不能报 就是说 活让我们有机会 让生死到边 不要继续 这个一定要体会 这个不是一种感性的 宗教的东西 是因为他让你知道 你为何无止境轮回 所以让你彻底觉悟之后 不再轮回 所以这个不再轮回 不再受无尽苦的恩很大 那个你 你就用两间 恒河杀截不能报 那只有怎么报 我等预报如来恩者 当于此事勇猛精进 悍劳人苦 不惜生命建立三宝 就是成就三宝 让众生得利益 弘通大圣广化众生 同路正觉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修缠 之前我第一次讲的 就有讲到这个 那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提 因为这个信念 就沾他们一点点边都功德无量 不要忏忏到最后 只一直挂在过世上 却没发这个信 所以经典里面来谈到 就是未曾有正法经讲说 众生若发菩提心勇猛兼固 一切磨众生不畏 就是一个人能发彻底的无上正等觉 想要彻底了解诸法实相 能彻底圆满菩提 这一份大心不再迷失 因为迷才是磨趁机而入的地方 所以一个人一旦发菩提心 一切磨众生不畏心 乃是一切法当中以菩提心为尊长 一切善法从菩提心生过 我们昨天不是讲善法吗 其实发菩提心最大 我也无法把它讲得很细的 但要讲可以 但我也无法描述到很细 为什么 这个菩提心的功德 的功德大必须要看生死苦 你才知道 你唯有了解生死苦 你才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所以一个人一生稍微有听到真实菩提心 生欢喜心 这种下的种子都是功德无量无边 现在人不容易听 只是听表面的可以 真生起对菩提心 我们只会随便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嘴巴念念的倒比较多 彻底的真要以菩提心 圆满菩提为发这个心的人 笼统多 具体坚固具体成型的菩提心的人少 那其实光今生能种下发菩提心的这个种子 我认为这也是一佛二佛的 金刚经说 不是七佛是无量佛修来的 才有这样的福报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能进一步的去 发这个心来修学 那这个文里面都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 当然我们现在两天忏下来 我们能不能忏干净 当然你知我知 那我们 像有的人说 哎呀我自己还不干净 我不能修善 谁跟你讲 我也还没干净 不是可以做善吗 我们大家不是都还是烦恼的 但烦恼会烦恼 我们也可以做好事不是吗 我现在是不是也烦恼也造恶业什么都有 那我没有发菩提心 你现法没有规定说 现法没有规定说不能发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警察也不会抓你 你说你那么烦恼 我烦恼归烦恼我承认 但向着自觉的 向着觉悟彻底觉悟这个心 欢迎 你还有很多罪业未出 但不妨碍你行善 你有很多罪业还未出 你有很多善未修 也不妨碍你发菩提心 而且偏偏是一发菩提心 假如你有因缘 发菩提心 以这种最高的这个心 开始来忏罪 最容易清净 以这样的菩提心来修善成广大功德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根源是菩提心 我今天为什么忏罪 我希望我是用着 不但要对我过去的罪过的忏悔 我为何忏罪 我是为了圆满菩提 像有时候我们得罪人 绝对不是 有一些人你看如果 做一切坏事 做错事就去道歉 我为我的这个错事道歉 那这已经不错了 我为我做的错事道歉 因为我做这个事情 对我整个人格是一个火定 我这个错事不但是伤了这个人 也伤害了什么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今天忏悔 格局不是只限于他个人 对这件事情的错事 他是看到这个事情 可能我做错事 做的不好的榜样 我做这个事情 可能伤的不是光一个人 我可能做的这个事情 扭曲的这个价值观 可能伤害更多 也就是说他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 在忏这个罪 你不觉得他的品位很高 就那个人品很高 我们做一个善事就是 你需要钱我给你 但有时候我希望说 我现在这个钱 你缺东西缺钱我给你 内心里面还有一个很深刻的祝福 我希望我现在能帮你的有限 但我一直深深的祝福 希望你借这个因缘 能遇到好的因缘 不再受贫穷暴 我希望你不但不再有贫穷暴 我希望你遇到善知识 能勤修戒定会 涌断这个轮回苦 我希望你未来 受用我这一点小钱 我不能给你多 但我希望因为这个因缘 你能发菩提心 同城活道 也是一块 你那一块我那一块 可是他的心是多清净多慈悲 所以那一块那一块不一样 那不都台币一块 不一样不一样 那个价值不同 对不对 所以我举那个 我们高雄那个什么宿局 是吧 他奸大概几百万千万吧 但有些很有钱的人 大概一口气奸就赢过他 当然有钱人奸钱我们也赞叹 可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人 特别会赞叹 也就是说他的钱其实 他奸的那些钱的价值 恐怕比很多有钱人奸的 更有价值 心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种 很彻底的觉悟心 再修战 结果不同 结果不一样 修善忏悔都不一样 所以这也就是我希望大家 利用这几天 就像我前面讲 能老的尽量老 人生有限 在这种法会期间 能好好地为自己的罪业 消除罪业尽典力 同时不但就像经典 这里不是讲吗 我以这个忏罪功德 发愿回向 是不是 一减二顾 忏罪可以这样 你明明是还债还可以回向 你还什么 你就是欠人家十块 还十块的你现在 何况你只是忏而已 你还能回向 你还有胜 你不是欠人家十块 现在还没还 只是说很抱歉 我过去欠人家十块 还没还 欠十块 那我也要我这个 以还没还的功德回向 乖乖乖的 你还没还 你凭什么还没还 你要回向 一切为先造 当你造这个罪 好像十块还没还 但那一份知道罪过 懂得觉悟的确是大功德 这个可以可以讲 这个可以可以讲 是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个 懂得修行的要领 不要让这三天白白空过 对不对 当然前面两天是不是已经空过 应该不会啦 我看大家有用心 那我们至少还有最后一天 明天 大家再继续努力 再过来 刚才我们有特别提到 我们尤其这个慈悲三面水战 一开始就是 在念的也是普贤 普贤菩萨 对不对 从成六亚白相 其实在所有修禅当中 像华华禅 也都是以普贤菩萨为主禅主 主要的 那为什么这个在 经典里面有特别提到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 如果想要彻底除罪 那也要学一点要领 我们现在不得不先治标 但我们的治标 你治标我治标不一样 你治标就完了 我治标是以治标的基础 稍微身体好 我要干什么 我不是有病 稍微身体好的 我就没事干了 不是 我本来有病 我现在把身体弄得比较没病 干什么 赶快继续修 让我的病根去除 我要继续用这个 还能用的身体 要行一切善 以补过去的过失 我必须 我利用这个 好不容易维持的一个 还堪用的身体 我要发菩提心圆满活道 我要广利益众生 度那些曾经跟我一样颠倒的人 所以我虽然现在是治标 你也治标 我也治标 但我的发心跟你的治标不一样 我的治标 是因为我真的也没办法一口气 彻底除病根 但我却有心要彻底除病根 而且我不但要除自己的病根 我要除众生的病根 我从一开始忏的动机就不一样 那因此我们现在开始修 这个忏也累积我们的福德 也去除我们的一些障碍 罪业 要以此因言 不要就让它控过 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 应该不但治标 还要拔起根本 那就要学智慧 所以在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经常被用 灿六根罪 他就讲说 我举一点例子就好了 若眼根恶 就不是你讲的 那个一般很粗浅的恶 你的眼根恶 业障眼不尽 但当颂大圣 思念第一意 世民忏悔 敬诸不善业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眼根是不是喜欢攀缘 我这样看有罪吗 请问我这样看有没有罪 我具体造罪 必须建立在我眼睛对射程的肯定 一肯定之后 我才会判断好坏 判断好坏之后 才会去追逐 去造业 所以我之后所造的种种罪 其实从一开始我眼睛笨 笨的意思不是说 那我就干脆不要看 不是 是你容易眼根对射程乱家分别 无中生有 如果你不从 就是我讲的 我经常举那个例子 就是我偷到 那我不要偷 但不都不要偷 你当初会偷是因为觉得他可爱 那只要你觉得他可爱 只要有机会 只要合法 你还要这样拿 甚至你会用 合法掩饰非法 继续用不同的方式做生意 表面不能说你非法 但其实你应该是 有点不老实 不需要有那么高的价格 甚至投工减料 别人看不到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爱 爱了以后你可能怕非法 但你会在合法当中做不亲近事 为什么你觉得他可爱 那所以说你难免就会再偷到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只要你还觉得他可爱 你这个贪爱心就在 好 那我现在见到近不要贪爱 问题是 这个东西只要存在 就会加以判断 是好的坏的 我一旦这个东西本来不实在 我认定他实在存在的时候 就会开始 无中生有 又再加第二道 给他好坏 给他好坏之后 就继续追逐 就第三道 所以最大根源在哪里 看清楚 对 假如你不成你根源上的愚痴去解决 你忏完罪还不知道来 你可能不会 你可能会做很多的 你可能会做 比较不会做恶业 但只要你的心还是妄想分别 无中生有 那早晚有一次还是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忏 能忏多久 就是我常讲的 你尽量是从做恶梦 改为做好梦这样而已 还是做梦 你最好的方式醒来比较好 或者的话 做好梦也是梦 也是假的 所以真正的忏悔 所以我一开头就讲说 我们必要从现实 逐步跟彻底解决 这就是忏 就忏到里头 那就必须要靠智慧 所以他要你但当诵大圣 不是念而已 其实要了解思念第一 第一用简单来讲就是真相 所以我们现在 是个标 要不要以为这样能处罪 可能你的第一页 可能你的三恶道的页 三恶道的页 没了 但你可能会做三善道 可是三善道有善有恶 终究还是又下来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会满足眼前 把一些苦给免除掉 他想要的是彻底不再轮回 他又讲 耳根文乱声 听到声音就开始追逐 坏乱何何意 明明这个声音是众缘何而 他就在这个声音取一个道理 取一个执着 游是起狂乱 游如吃猿猴 就像那个鱼翅的猴乱跳 只要有一个影子 有个声音就咕咕咕咕咕 所以我们看是 你看我们坐在这里很乖 我不是以前也讲过例子 像我们现在 如果外面突然有声音 有的人就是 虽然不好意思转过去 因为我刚好看着你 但你那个 咦 这是什么声音啊 就这样 所以我就举那个 有一次我第一个地方讲课 在大殿 有居士就拿花来供养 我再讲 他们大家就看着我 突然有人进来供养花的时候 大家全部看那边 那就是 那就是 我就这样讲 我就看着大家都朝那边 那闽南话叫后属兄 后属兄就说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听你的他供养他的 可是大家就会有点 其实你就知道他就太好奇 这个好奇就是这个劲 不管跟你有关没关 但你的攀岩心自然就喜欢 我们很喜欢听那个八卦的 八卦 对不起 我没常讲八卦 八卦 因为这个不是 没常讲八卦 所以八卦 乃至听到不好的也欢喜 因为他有刺激性 人的心是不安稳的 对一些劲里面守不住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 即便你现在眼睛闭着 你也是耳听八卦 还是照页 然后一旦抓到那个声音 就开始给文章 然后给他意义 所以你可以外面表现 做得像禅定 八卦不动 找乱动了 为什么好奇 攀岩细心 这个东西看似还没有什么好坏 但就是未来好坏的基础 你从来就喜欢在这个劲里面游走 你向来就把这种一时阴眼的阴身当作食子 然后就随他而走 就很不自在 你不知道吗 我们现在 眼耳鼻舌是一碰 六 就像一个六个很顽皮的那个 那你后面这个人抓那个六个 那个 你能不能想像 就一直这样一直不安的一直在那里窜 一直想外往尽攀岩 你一个人抓着这个心 其实你就抓不住 那这个不安文就形成后面罪过 所以他说 但当颂大圣 观法空无相 不是故意把它划空 要空掉 是看真相的意思 空就是智慧的意思 就是唯有你开始要学会智慧在看这个 你才不会被禁者所骗 这个不会被禁所骗的第一关一守住 后面就不会继续下去 可是如果前面这一关一旦错 后面再怎么压抑 你难免会怎么会被突破 你会着罪的 所以入了佛门 如果这一套没学 那真的很可惜 就像我有讲说 我们可以入了佛门很久 可是到最后到底人为何轮回的 之所以很少去用心了解 就是这个 你看 明色六路 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就这样 明色 有这个心 有这个色 攀岩六路 开始对外面 色身相会处法指 一指以后就分受感受 然后就处有处有受 受了以后就会爱 爱了以后就会想要取 取了以后就累积条件 有条件就省了 很合理的 所以我现在讲究 但当诵大圣 但当诵大圣 然后后面 若诵大圣经 还有什么 当勤诵大圣 六根就一直讲下来 所以他就讲说 我们今天路佛门 不要白白 失去了那个 对世间真相的 透彻的那种观察力 或者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强调这个 不然真的很可惜 也就是说 对啦 修了虎啦 除了罪啦 但罪根没处 下次再来 不就是我一直仿佛跟你讲 就是说 我其实也累了 那我有像地藏菩萨 虽然我也画地藏菩萨愿 可是我真的我画 我跟地藏菩萨太太远了 他可以久远结 一直干下去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 我刚 我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继续干随你 就会这样 就是我干脆直接跟你讲真话 你如果不觉悟的话 你就继续受苦 那受苦也是你家的事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发觉就是 再讲再讲 再讲再讲 都一样的问题 再重复再重复 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威胁 你的机会 这一生过了下一次 我觉得不一定有 我说实在很多会没有 所以我要讲说 既然有机会拿到更真实的东西 你就不要恐过 我们要的是佛法那一份 能观照世间真相的智慧 要的是这个 所以他不是一种 那我们如果要除罪 我们就要送大圣 不是 是思念第一意 观法空无相 观法如实际 无诸分别相 就这样了 都是智慧 所以他后面就讲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想生 一切业障海 那跟地藏经不是这样 业海 都是谁干的 你干的 所以我说 你们大家要仔细 我已经讲过很多 他会是整套的 为什么 那完全符韵你造什么业 就是完全 你会看到 就算地义当中很多人 每个都会看自己的身心 身变满地 也就是说你各有一套 不是共用 那一套就是你造来的那一页 那一套 皆从妄想生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实相 你怎么念实相 你如果不想被骗很简单 搞清楚对方到底是虚还是死 就这样而已 我这样讲比较清楚吧 你一旦接受他为 他假的骗你之后 就亏钱了不是吗 亏钱之后又要因为亏钱而隐身很多苦恼 所以如果你想不配骗 那你就弄清楚他的虚实 你看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实相 所以有人在不觉悟的时候就是 做这个 除这个罪 那经常跟人家道歉 对不起 阿弥陀佛 对不起不起 晚了下次再来 就是一直反复 为什么 很多人一直在反复苦恼 简单来讲 他从没看到真正的果实 才会一直反复 是吧 段座念实相 重罪如双路 惠日能消除 重罪就像双路 惠日 阳光一出来 他就消除了 我们一切的烦恼造的罪 第一苦都是由妄想生 所以是不是只要智慧一造 就没了 所以 事故因自心 忏悔六情根 我们现在如果忏六情 等于是把我们现在 所有忏的都放在里头 因为他是罪根源 从六根 才形成所有的 从银而鼻子的生意 才会造所有的 身口异罪业 所以说我们只要根源上 有所智慧 那我们才能彻底出罪 我们才会知道怎么发菩提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因缘 都是一分一分感应 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下子 但你要知道 即便一分一分 都是种下未来成活的种子 功不堂圈的 只是不要这样糊隆 这样狠狠狠狠过去 我觉得很可惜 现在必须要有点 耳提面命 提醒再提醒 我灵验重复再重复 我也要 因为其他东西 当然都重要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让大家能走向觉悟的路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 不是说一定要听很多东西 但至少学会 佛法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那个如何以正确的角度 眼光来认清楚 世间跟生命的真相 这样的智慧 是我们入佛门的最重要的地方 也最容易除一切罪 最容易忏罪清净 而且最容易让罪不再生 好 那我们就到此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